《已知的十项》 第二部 第七册 第67节 终 在我偏离主题之前 我正在建立的主要重点是 物质是被内在感官利用的行动 并被外在感官感知 看起来是你们创造了行动 为了所有的意图和目的 你们创造了行动 但实际上你们真的是在利用行动 只是把它建构成外在感官可以感知的形式而已 与其说我们利用自我的内在意识 时刻创造着自己的十项世界 用来形成可见的体验 不如说我们选择现有的各种平行版本 摘选利用已有的成像针 构建出不同的体验组合十项串联 50年前 人类能理解到时间是虚伪的假象 我们生活在以针为切片的宿命串联中 现在 科学的进步让科学家明白 宿命不是一个固化的通道 这样的针在同一时刻也存在着众多的平行 这些平行可能性构成了时空矩阵 我们串联起不同的针 构成了我们的历史剧 可惜这样的认识还是充满了时代局限 因为认知的本体还基于单一线性思维 而真实是整个历史矩阵都同时存在 来回位移构成人生记忆的不是针 而是体验者自身 有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学习 跨宇宙与碎跨宇宙理论 图 一维跨宇宙模型 证实了我们都是生活在既定的历史剧中 而所谓的时间就是意识串联 经过观看 感知到一针到另一针的移动速度 对于多数人来说 人生就好比九连环 看似直接了当 但怎么解也解不开 无法在环环相扣的制约与牵挂里脱身 爱因斯坦理解生命犹如弹珠锁 一针针的就都在那里 但找得适合的波形却是一个学问 现代科学理解生命是一连串的密码锁 每一针都存在多种可能性的组合 只有找对所有组合才能开锁 开悟者看人生犹如键盘密码锁的密码 用不着去找密码 用特斯拉线圈产生的电磁 形成一次强力电脉冲 锁自己就开了 在高频能厂面前 指纹、密码、物理激扩都形同虚设 但前提是 你要搞懂怎么能做出一个特斯拉线圈 特斯拉线圈的原理是使用变压器 使普通电压升压 然后经由两极线圈 从放电中端放电的设备 请鲁博允许我在这里有个小柱 约瑟 在过去的几天里 你对鲁博的帮助非常大 尽管我知道这是你的一个延伸 请鲁博容认我一下 如果你、约瑟 能让自己客观地讨论他们 鲁博将从你对画廊 相当客观的想法中受益 这种情况 不会有基本或长期的混乱 为此 你们已经学到了太多的东西 我之前说过 画廊的经验是必要的 这个必要条件已经稳妥了 还记得 在好多堂课之前 塞斯说过 画廊的经历是 真必定要有的经验 当时塞斯还说 如果我们像几年前考虑的那样 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定居 真就会在那里的一间画廊工作 随着这个信息 他也给了一些街道地点 但我没有试着去查看 当然 画廊不一定是答案 一些类似的机构 也可以起到作用 鲁博在画廊 的确有较大程度的独立自主 直到最近 这一点比任何事情都更能造成困难 更大的要求 如我表达个人意见 在他现在受到的个人监督之外 有时对细节的不必要的关注 他也认为是一种妨碍 或进一步的限制 这一点是未被扭曲的 真的传述渐渐变慢 现在停了下来 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他所允许 传过来的全部内容 是限制引起抗争 他比较习惯行动的自主 以及在使用自己的判断力上 有更大的空间 冲突的产生 是因为他试着在带着希望 与违反自己的希望 这相抵触的情况下 维持一种平衡 关键在未来有更多的独立自主 以及在教儿童班时 使用创造能力 我相当惊讶 这么多的数据能通过来 但他至少应该帮你们厘 这基本冲突的原因 鲁伯发现或认为 这类没有责任的职位 低人一等 而且有点贬低人 他一直极力反对 在原则上 一想到要把一个人的话 当作荆轲玉律 他就不舒服 哪怕只是听写一封简单的信 忠实复制另一个人的话语和想法 这让他陷入了情绪的混乱 这件事 再加上新主管隐含的优越感 让问题更加严重 当他多多少少是 一个人自己独立作业 负责既定职务的执行时 工作的成效最好 就像他在做业务时那样 虽然基于各种理由 我并不是在建议他返回做业务 如果他能照着他拟定的计划 在画廊以这样的方式运作 事情应该会很顺利 我知道差不多是你休息的时间了 但是你要是觉得 还可以再帮我涂鸦个几分钟 我很想趁鲁伯还让我过来的时候 多说几句话 因为我不确定休息过后 他会不会阻拦我 过去 尽管有一些自然的不利条件 他还是留在了画廊 因为他在那里享受到了独立 因为前面提到了承诺 也因为他对围绕着他的绘画 有着天生的兴趣 但是允许有相当的独立自主 是主要的一点 当个秘书 我们亲爱的鲁伯根本不会成功 至少不是现在要求的那种秘书 由于鲁伯自己的创造能力 要把别人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低等的职位 这里有一个例外 要是鲁伯确信 某人具有卓越的创造能力或知识 他就会逐字逐句地记录下来 我在尽力帮忙 理清基本情况 至少让你知道背后的原因 或许你可以帮助鲁伯 做出相应的决定 佛罗里达州的事件吓坏了他 事实也确实如此 他也知道 所以除非迫不得已 否则他不会离职 这是稍早时被鲁伯挡下的 是与你有关的一个小柱 约瑟 这个恐惧也击中了你 这与你在做出改变之前 对你的工作现状的表面接受很有关系 这涉及的是一个有力的改变 到这里我们终于知道了 为什么珍在这几天持续地闹情绪 原来珍本身的特质里有极其强烈的画家 艺术家的特长 在早前我们说过 他在演绎罗儿子的那一生的16世纪 他是欧洲油画界一种画法的开山鼻祖 这种画法持续至今 而他渴望沉浸在绘画艺术中 这让他在人生规划里设定了 必然在美术馆工作 向民众展示这些艺术 并通过自己的影响力 去把艺术的理念传递给儿童们 可是他在美术馆的职位太低 新任的主管只把他当作 无脑的文蜜使用 这样的忽视让珍感到气愤 他不觉得自己只是台行走的 复述机或打字机 他渴望展现自我价值 如果这个领导真有才干 他倒不在乎给他打下手 可是珍从骨子里觉得 这个主管实在没有什么思想底蕴 可让他沉浮 再次的 我们看到宿命的蓝图 是持续发挥作用的 不管珍怎么选择人生轨迹 他都会进入美术馆工作 并遇到类似相同的人生课题 就好像你可以选择学校 但在哪里 数理化都是必修课一样 你同意的话 我要趁鲁博还肯配合我时 赶紧多说点 我们对物质的讨论 就在延后一会儿 鲁博不是像你们俩想的那样 把其他的难题投射到画廊的情况中 他只是对独立自主受到限制 做出反应 如果小细节是创作概念的一部分 他或许就会看中它们 即使是别人的创意概念 因为在他的试作中 他就极度看中细节 他把细节转化为有创意的概念 新主管却是有一种挑剔的 近乎女人似的 为细节而细节的热爱 在近距离相处的时候 鲁博觉得和这样的一种心智 难以调和 还有一点很糟糕 鲁博坚持的条件是 为画廊秘书保留某种独立自主 非个人性和留有余地的空间 但某某先生的秘书这个词 却没有为这条件留下余地 缺乏灵的形式向来被鲁博冷落 我自己倒是两者兼备 因为鲁博确实享有一定的独立自主 在这种独立自主中 他的功能发挥得很好 现在他感到被剥夺了 而且很生气 我很难再多说了 但所说的这些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另外由于在年幼的时候 和他母亲在空间上一直很紧密 所以近距离甚至相当近的监督 让鲁博感到烦扰 恐慌的反应 会在不知道原因的情况下被引发 这导致了自我的困惑 因为人格努力地 以他认为合理的方式行事 不能理解其反抗的激愤 就基本的问题而言 这和金钱其实没什么关系 鲁博的潜意识里 想要更多的钱 来补偿他独立自主的缺失 或者说独立自主的被剥夺 更多的收入 一般而言当然会有帮助 但如果基本情况没有改变 并不会开始弥补 基本情况的不足 就阻挡数据来说 要明白这几乎是一种自动的反应 是经过多年积累的 如果换作是你 约瑟 你会把我挡掉更多 我建议你们休息一下 如果一个团队的领导 开始抠细节 事事亲为 那就证明这个人 没有领导力的才干 只适合当先锋 而无将帅之才 最好的团队 是让每一个队友 都有空间去完成自己的价值 得到必要的成长 成就感远比薪金 有年合力 因为自己的价值完成 与自我价值体现 是内在宇宙底层逻辑中 相当重要的一条 抓结果 放过程 明确目标 创造条件 规范纪律 平衡内部协作关系 这是统域的核心 很多企业 把有实战能力的人 放在统帅的位置上 结果部门就垮了 个人能力和团队统筹协作能力 是属于两个不同范畴的 个人成长方向 管理学是一个专门的特质 与特长 包括规划 执行 修正 查核 四个领域 既不能架空下属 也不能被下属架空 10.26休息 珍解力如常 她精神高昂 幽默地完成了这次传述 尤其是在最后几段 我写字的时候 感觉不到累 因为画廊的情况 让她很沮丧 珍这是大声说出 希望塞斯能帮助她了解未来的情况会如何 我们一直小心避免认真要求这种事 但这次我们真心觉得 我们能用上所有能得到的帮助 即便如此 我们在休息期间也没有向塞斯提出正式的要求 在10.31前 真恢复传述 我看不出在你们前面有什么严重的难题 无论知识如何 人生没有不存在问题的 但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当作挑战 路就会容易一些 再说一次 约瑟 你们的亲密生活处于平稳状态 这对你们两个人最近都有帮助 就鲁博而言 你的理解是她最大的回报 这一点我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我不相信你们中的任何一人 已经进展到足以相信我的论点 以及放心去买你们的房子 我可以告诉你们那是安全的 但我最好在各方面都不要逼你们 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调行事 对房子的考虑 确实进入了鲁博的状况中 然而却是不利的 因为你们俩对财务的担心 所以为此暂时搁置行动 是好的 虽然不一定要这样 鲁博对你说的话 确实很不幸 因为它引起了你自己的恐惧 独立自主对你们两人都极为重要 你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什么话 我认为我知道 但想确定一下 结果证明我是对的 我相信那方话是关于 在寻找另一个工作的时候 先得过且过的 待在画廊一段时间 这样买房子才不会吃力 我再说一遍 总的来说 尽管有这个画廊的情况 但我认为眼前没有重大的困难 也没有看到财务上的困难 在另一个时机 我将谈及期待的好处和危险 因为这些是潜意识感受的结果 它不仅向外投射 而且也被他人感知 我们所有的资料都应该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请记住 潜意识处于内在感官的外端 而内在感官创造物质建构 一旦你们学会如何处理和沟通你们的潜意识 你们就能创造更富有建设性的建构 因为你们会明白 害怕的期待 严重影响你们对实相的感知 以及你们对实相的建构 在我看来这是赛斯资料中最重要的信息之一 我打算早点结束这一节 我认为这是最有成果的一节 不过内容大部分都是关于个人情况 无论如何今晚我都没有时间 再谈其他有关物质的数据了 很多人喜欢算命 看一些预言类的东西 这样未雨绸缪 趋吉避凶 其实看那些末日灾祸类的信息 战争类的信息 重大灾祸类的信息 都是一种自我催眠的行为 在这些信息的浸染下 自我的人生预期会很保守与负面 进而把自己拖拽入一个比较低的意识频率中 体验那些自己预期的可能性 再一次的 我们重申 未来是多种可能平行构成的 最好的与极糟的同时存在 你利用你的意识焦点 灌注自己的能量 去显化出自己的选择 你认同什么 你传播什么 你被哪些信息烙印了记忆 那你就进入那一时像中 这是你自由意识带来的选择 哪怕明天就是最后一天 哪怕明知自己的本次生命 只还有半年 此刻与往后的每一个当下 你都可以自主选择 持续生活在恐惧的绝望中 还是欣喜的愉悦里 惶恐的咒骂 无助的眼泪带不来任何改变 而意识频率的变更 自我高能的态度 却有可能让所谓的奇迹展现 就算不展现 你还能多损失什么呢 哭也是一天 笑也是一天 不是吗 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 近40年来 随着早期诊断技术的提升 癌症确诊的人数在增加 但患者在医疗后 平均死亡率并没有改变 虽然很多新药贵药 每年都在退出 但治疗与非治疗的对比组 保持着数据结果的雷同 甚至治疗组数据上 还要糟一点 药厂在各种粉饰科学 但大数据揭露出来的结论 却并不支持这些说法 在医院里 作为心理医生 经常会疏导四期绝症的患者 有些患者早早的就放弃了治疗 几年后再偶然碰到是 发现他是那个病房里 唯一活下来的患者 患者说 反正你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复查不复查的有什么意义吗 就这样吧 随他去了 当年说他活不过半年的医生 自己都心耿走了 他还活得好好的 没地儿讲理去 而且这还不是个案 好在这样的患者 都不在医疗统计的序列里 不会对科学 带来巨大的实证冲击 多数患者是被自己吓死的 再有就是被毒死的 极少是被病死的 这是癌症科的共识 因为癌症本身是个慢性病 十几年的病程很正常 但治疗中能活过五年的并不多 前列腺癌是最常受的癌症 很多九十多岁的男性死后尸检 都能查出多年的前列腺癌 只是患者并不知道 这个比例占百分之八十 他们生前没有检查 所以也没有治疗 当然也不是死于癌症 现在普及五十岁就检查前列腺癌 然后把这类患者加入到成功治疗 于五年存活的大数据中 来粉饰其他癌症的医疗数据 同样拿来粉饰数据的 还有乳腺癌和甲状腺癌 这些都是容易早期发现 早期彻底切除的癌症 癌症前三叫做欧气癌 怒伤肝 悲伤肺 胰脏癌与胆管癌的诱因是暴食 食管癌原先很少见 因为幽闷螺旋杆菌 可以释放一种抗癌变的化学物质 哪里有癌它就聚集过去 随着近二十年对它的肆意滥杀 食管癌胃癌大幅提升 从癌症筛减普及化开始 大量及早期癌症患者 被列入患者名单 导致癌症的临床生存率 康复率大幅度指标性的改善 统计学在医学上 被科学的广泛使用 让大数据按照需要显示出其图表 表达出部分事实 积极治疗 根除原发病变 改变心性与生活习惯 让自己内在的以太流 能不再滋养出同样的问题 保持开放的开朗的心态 让自己人生中的每一天 都绽放出本应有的色彩 这样就足够了 生命不止一次 用不着那么较劲地去活受罪 路上看着一个人追着公交跑 问道 何故 错过了 等下一辆吧 我急啊 你追得上吗 追不上也要追啊 何故 至少我努力过了 此刻下一辆已经进站了 而他前边的追不上 后边的也错过了 这个世界 你来来回回很多次了 多到比你能想到的还多 我不反对那些 确实行之有效的治疗 但每个患者都应该明白 自己的实相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如果你不能做出 自己心性与习气的改变 想要依靠医生或药品 变更掉有你意识生成的实相和内在 就是非常不明智的 需要信赖医生的治疗 你的信赖是一种容许自我发生改变的信号 请更多的依赖自己 物质实相 尤其是你自身的物质实相 只有你自己能做主 当然 如果内在生命蓝图 已经规划好了当有的结局 那就坦然的接纳 回去换个身份 换身皮囊 用不了几天 就又生龙活虎地 回来继续演绎人生故事了 我很聪明地把鲁伯的自我 哄进一个从自我的立场看来 很有安全感的错觉里 然后他就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阻拦我 鲁伯绝对会受益 你也会受益 如果读完这份资料后 你把你关于这情况的想法告诉他 我已经让你们俩对基本状况有所了解 这样你们就能随手掌握 做出你们自己的决定 祝你们两位有个美好的夜晚 鲁伯现在知道了 当情况需要时 我可以多么狡猾